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人想要得到某种东西,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,作为一个国家更是这样,尤其是当这个国家的运气,还不是太好的时候。 近代社会,倒霉的国家很多,他们往往在非常平静的一天,突然被外来者打破原有的生活,继而开始了痛苦的深渊。 有时候,有些国家是有机会寻求帮助的,比如曾经的苏陆国,但是却不一定会成功。 在太平洋上,有一个群岛国家,名字。 但是对于那些西方国家,总还是有些手段的。 何况,在那时候,应该也没有几个国家敢得罪中国。 所以,苏陆国国王深刻地知道,自己只要好好的抱住中国的大腿,这件事情就不会完。 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,即便是送上门的去的领土,明清时期的中国,也果断拒绝了。 因为对于那时候的中国来说,海上面积是累赘。 毕竟,明清可是主打闭关锁国的。 而后,苏陆国就顺理成章地被西方列。 强占领,继而成为了殖民地。 但是从其后来的发展来看,即便是他成为了殖民地,但是在经济上好像也没有多吃亏。 相反地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他还算是沾光了,毕竟曾经的苏陆国是个未开化的国家,人后来的菲律宾,却是一个现代国家。 当然了,这都是后话,总归还是因为明清皇帝看不上苏陆国才会有后来的故事。 现如今,菲律宾虽然算不上是一个十分发达的国家,但在亚洲也算是有名号的国家。 虽然有时候略微有些仗势欺人,仗着自己抱上美国的大腿,有些飘飘然,毕竟惨痛的经历告诉这个国家,自己不强大,那就得找个强大的靠山。 对不起,对不起,对不起。